南台灣疫情持續 台南市府也不敢掉以輕心 針對沒有配合石聯制的民眾 嚴格取締 有網友分享了親身經歷 要大家真的不要心存僥倖 因為警察真的會開罰單 根據瞭解 從去年截至今年的2月11號 台南市總共就開出了 329張罰單 防疫當前去到哪 隨時都要準備掃石聯制發檢訊 經過再三確認 才能被放行入場 但有不少人開始防疫疲罰 直接掠過掃QR Code發簡訊 但這麼做恐怕得吃上罰單 有一名網友就在網路上 發文分享親身經歷 奉勸大家真的要落實石聯制 因為自己偷機沒遵守 被警方抽查 當場就要填寫違反防治紙本單 遠景說事後有問題 等拿到罰單再申訴 也讓他非常的苦惱 比較可以接受的就是 面對強力機查民眾當然希望先勸導再開罰 但根據瞭解台南市政府去年針對民眾 每掃石聯制的部分就開出了300張罰單 而今年截至11號為止又開罰29件 總共累積329張罰單 針對每掃石聯制警方究竟能不能開罰 現在市長黃偉哲也給出解答 針對齒聯制的部分我們已經宣示過一定是嚴格執行 希望大家確實遵守 壞者說出重話 而指揮中心也表示尊重地方去調查 畢竟疫情還沒結束任何鬆懈僥倖 都不可允許 記者黃富奇台南報導 好 防堵疫情高雄市衛生單位匡列的標準非常嚴謹 不過有民眾抱怨儘管他的親人跟確診者 去過同一個地點 但是時間沒有重疊也被匡列 還有一名孕婦他的家人被匡列 但是他明明沒有跟家人同住吃飯 也被要求居家隔離 抨擊衛生單位的匡列標準有問題 仔細行銷確診足跡 高雄疫情升溫衛生單位不敢大意 就連匡列標準也十足嚴謹 但現在卻傳出抱怨聲音 民眾在網路PO文 日前他的親人跟確診者 曾去過同一間火鍋店 但跟對方時間沒重疊 卻仍遭匡列 由於親人本身準備手術開刀 現在計畫也被打亂 而類似情形還不止一起 網友說他的家人曾跟確診者 在同一間診所就診 期間都沒脫口罩 時候家人被匡列就算了 自己明明沒跟家人同住吃飯 僅中午回家休息 家中也一人一室 但他仍被匡列 不僅導致無法產檢 打電話問衛生單位要駒隔多久 卻始終聯繫不上 為阻斷疫情擴散 高雄衛生單位真的可能 跟確診者有接觸的民眾進行擴大 匡列但嚴格執行卻惹來民怨 對此衛生單位也解釋說明 依據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 還有風險的評估 都會有一些相關匡列的時段 強調是因為傳染風險 至於孕婦究竟要駒隔多久 衛生單位也給出答案 匡列採檢會直接擴到第二圈 主要接觸者風險釐清之後 接觸者是陰性的話 那我們就會結束隔離 防堵疫情 衛生單位不得已強力執行 也請民眾配合遵守規定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 想有效對抗新冠病毒 疫苗接種率是一大關鍵 而台大公衛團隊發現 不只是長者對疫苗有疑慮而猶豫接種 其他還有慢性病患 孕婦另類療法者跟藍領階級 也都不太願意打疫苗 對此指揮中心表示 會思考如何提高疫苗接種率 除了打疫苗領獎勵金 從一百元提升到兩百元 也會針對特定的對象加強宣導 想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疫苗接種率是一大指標 只是看看國內七十五歲以上 長者的疫苗覆蓋率 過年前第一劑含蓋率 從百分之七十五 到了年後只增加百分之零點五 而第二劑也就微微增加百分之零點六 第三劑接種率 更只有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點一 要如何說服長輩們打疫苗 指揮中心也提出解套方案 除了祭出打疫苗就能夠領獎勵金 指揮中心也將從長照機構或是啟證機構來做宣導 加強民眾最擔心的副作用來說明 指示台大公衛團隊研究發現 不只長輩們成了不打疫苗的鐵板一族 還有慢性病患以及孕婦和另類療法者 另外像是工人等藍領階級 也因為對疫苗有疑慮而猶豫接種 其實就是資訊獲取不足 這個有時候就是要靠這個醫師 另外我們會針對這些相關的對象 也會請這個針對這些對象的人 來拍所謂的防疫大作戰 這些宣導的方式來做一些宣傳 除了靠醫師或宣導影片等管道提升疫苗打氣外 如何消除民眾心中疑慮 指揮中心恐怕得主動出擊 分重化溝通 才能提升疫苗接種率 記者總統 近期北台灣雨下不停 反觀中南部經常陽光露臉 有網友整理的數據發現 春節前後兩週以來 基隆的日照總數大約0.1小時 平均一天只有不到26秒的陽光 不過在航春 這一段時間的日照總數 卻可以達到75.7小時 南北兩樣晴 放晴時數最多相差了757倍 而馬上又要變天 有封面要報到了 全台今天晚上開始 都將轉為有雨天氣 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要留意 可能有局部大雨 而冷空氣也緊接著南下 周一北部最低溫下滑到13度 南部地區也將有感變天 最低溫下探到15度 北台灣才放晴沒幾天 天空馬上又被烏雲籠罩 近期陽光露臉次數少之又少 有網友整理數據發現 春節前後兩週以來 基隆日照總數僅有0.1小時 也就是6分鐘 平均一天只有不到26秒 台北也只有3.7小時的陽光 花蓮16.2小時 但到了台東 日照總數卻可達45小時 往南地增 在國境之南恆春 日照最長累積可達75.7小時 南北兩樣晴放晴時速 最多相差757倍 不過馬上就有封面報導 受到這波封面影響 全台週一上班日 都將跟陽光說拜拜 尤其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要留意 恐有局部大雨 其他地方則可能有局部 短暫陣雨發生 幾乎全台各地 包含離島都會有下雨的現象 其中在中部以北地區 我們不排除可能會有局部 大雨等級的降雨發生 雨時會非常明顯 而且可能會影響到 明天上班時間的交通狀況 封面過後冷空氣緊接著南下 北部高溫剩下15度 低溫不排除下探至13度 南部地區也將油感變天 只有15度低溫 最冷的時間預計是在 禮拜一整天到禮拜二的清晨 那以台北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會借在東北季風 或大陸冷氣團之間 最近天氣變化快速 代表春天腳步不遠了 提醒民眾外出 別忘多加留意天氣預報 記者綜合報導